但那些特殊的流量往往听起来会 就是对我们这种真心小说试评的人会是很大的打击很难受 就是女孩只要穿的了 她什么都不需要 只要露露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 我那天就访问一个程会说过来的 他每次回去他要到达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都很怕 因为他也曾经被叫过去小房子里面 然后也是没有任何没有的 其实是我们还有这种腐败的现象 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办签证 然后就 要给我拉到一个小黑屋子里面 然后跟我比了一个这个手势 OKOKOK 真的是这样吧 那就是我的初印象 当时我觉得 是什么 从机场打到市中心 发了三百万匹 这个人真的是黑心肝 但是我 他上车之前跟我说三百万匹 你答应他 我很着急 因为我朋友已经你知道吗 很主了 不好意思 我说一千马匹我都付你 他说明天是黑心肝 就像你这样子 他说明天是黑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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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没有 你 然后还去那个鸟巢 其实马来西亚 很多人都说马来西亚落后 其实马来西亚在20年前 我们已经是这样子规模了 20年前我们就已经有三封塔 已经有这个Putra Jaya 全部都有了 只是这2010年过后 马来西亚的发展就缓慢了 这个不说了 它毕竟是有一些管理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会缓慢了 所以变成讲我们的生活 反正我更感谢它缓慢 只是我不喜欢就是马痹贬值 它缓慢了就变成我们的生活 没有这么紧凑 所以马来西亚人 很多人都可以很早就退休 然后享受慢生活 那马来西亚法定的退休年 法定是55岁 男是55 女 都一样 不过你 你可以延长都可以 男是60 女是55 5分5 我听说好像是65 65是日本 对65是日本 对对对 65是日本 65还是 还没实行 还有一点 男男 男55 女50好像我记得是 然后现在刚才男60 女50 好像不这样 延长 我也会有 所以是出钱了 但是郭台湾 因为我妈退休了以后 就是可以领退休金 找我 我告诉你 你妈那一代是最幸福的 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时候呢 就是享有了这近这十多年 中国的发展的那种红利 所以他们拿到的退休金 真的是最服气的 反正按我妈他们的话说 就感觉现在的对我们年轻人 就是发展啊 在中国什么的 会比他们力量要赶 好像机会会少 嗯 而且现在我这趟 中国我发现很多年轻人 就有点蛮人 因为很多事业 就实习工作 甚至想他竞争力很强 大学生也些毕业了 还找不到工作 蛮多的 真的 不过你们算是杀岸的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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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说了 应该不会有人罢了 哈哈 不会啊 不会遭到网报吧 不是 开玩笑吧 因为在中国就我们 开玩笑说说 谁戴眼镜的 都是有文化的 对 所以摘了眼镜的就是流氓 所以我说的话 可以不负责任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马来西亚的言论是自由的 没有没有 就是 确实是作为一个北京小孩 可能 倒是说不上说 现在 不喜欢北京 但确实是北京 现在越来越给我 没有家的感觉 这个真的实话 因为现在 在北京你就觉得 发展得太快了 哦 跟发展的 以前的小区 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感觉 北京越来越 越没有人情味 不仅北京 感觉全国 我觉得整个中国 都没有人情味 都没有人情味 真的 我说一个 潮中和梅州有 说潮中梅州 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我在泰国马来西亚 举着手机 北京怎么办 所以可能北京的话 在家这两年 就各方面会管得 非常非常的严格 导致了有一些 很有 人文气息和 赤酒气息的东西 慢慢的都消失掉 比如说 像外面摆个摊 或者是摆个地摊 卖点什么东西的 基本上都看不到 只有到了那种 郊区的北京 或者是 北京有一个地方叫 有一种 社区化的东西 叫城中村 城中村 城是城市的城 中是中间的 中心的中 村是村子的村 就是在城市中 突然可能多了一个小村子 实际上它就是什么呢 是目前政府 没有拆迁的一些 老的居民区 或者是一些老的村子 只有在这里面 你可以找到一些 小的路边摊啊 或者是一些 什么 比如说很小的小吃 炸臭豆腐啦 什么烤冷面啊 什么烤肠啊 就这些 可能还会摆 一两张椅子在外 但是 如果碰到 有一些大型的 比如说北京开会了 或有一些 外宾来访到北京的话 就这些都啊 也都没有 所以在北京 大概率的感觉就像 很严苛 然后生活的节奏 真的 这节奏真的是 非常非常快 但收入其实是 没有变 甚至往下降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村外卖 外卖行业在北京 现在是什么概念 就是送一单外卖 比如说你抱一箱碰泉水 24多个混的水 大概只有十多几 你需要从现在的位置 去两公里以内的 比如说这家店 1.5公里 你骑一个车过去了 搬一桶水 放到车上 再送一个两公里 附近的一个单子 然后搬着它 爬一个六层 放到那里 给人民币四块钱 哇好少哦 人民币四块钱 等于这边三公里 2.5马币左右 而且 而且 现在是 这一个这么辛苦的单子 可能要十个人去抢 这个单子 为什么 第一个是大家的消费力 下降 导致大家 不想在网上进行购物 或者他会觉得 在网上订外卖会不会 他宁愿去在一些 更便宜的网站 比如我订了一个 过两天才到 我不着急 还有一个就是说白了 就是消费率下降 这个刚才车上来说 那叫什么 消费的层次也下降 层次也下降 消费层次也下降 就是 消费降 消费降级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 现在中国有很多的 像拼多多 像拼多多就是 之前大家都用讨访吧 在乎质量 现在大家可能质量是 其次 现在大家在乎的是 价钱 价格是 一倍 还有就是一些 国民的餐饮品牌 像比如说 之前大家都是肯德基 TFC DONAL 汉堡 薯条 但现在大家会吃 华莱士 或者是一些 从中国的三四线城市 发展到一线城市的品牌 包括饮品的话 就是一雪冰城 一雪冰城在 国内前几年 就是很便宜的 只有在三四线城市会有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线城市 大家都有 而且大家都会去消费 消费降级 然后再一个就是 很多人失业 所以 干外卖的人 什么行业都都有 对 还有那种 骑个滑板车 你知道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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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能看到 就比如说 这里是一个美食城啊 这边有很多的档口 到了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 你发现 你那桌子坐的不是客人 是送外卖的小哥 他们坐在这儿 在干嘛呢 拿着手机这样 在搜 对 因为里面是空的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骑手比单多 什么意思 就是送外卖的小哥 比订餐的量要多 哦 有很多 骑手 摇天啊 他们会说 我一周我就挣了二十人 比 三十人 哦 哦 但是他也要挣 而且很多人就开玩笑的说 说就算这一单 变出一块钱 我 我 还是会有人送外卖 因为他实在找不到 他要干什么 嗯 目前就是这么多钱 嗯 所以就会看到 整个的社会压力是很大 而且 大家都会抱怨很多 生活上的东西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在中国很多做博主 就是带货带货 呃 直播的那些人 九十多个趴的人 都是赚不到吃的 啊 都是薪水真的太多 别太多了 对 而且现在 中国的自媒体 我个人认为啊 很扭曲 因为啊 可能中国自媒体 比较非诚的这几年 可能就是抖音 抖音它是专注于短视度 哎 那么而且中国人 呃 比如说像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啊 生活节奏很快 所以他习惯看的视频呢 也就是三秒五秒十秒 超过二十秒 他可能不想看 大家都很测躁 甚至大家就想 就想 管视频没有内容现在 看你装 风 卖 傻 啊 这些就是他们喜欢 他因为他只在乎 嘿嘿 这人真傻 或者嘿嘿 真好看 哦嘿嘿 真帅 仅此而已 现在没有内容 然后然后如果你做有内容的东西 发到 目前中国其实有了长视频的 就是 西瓜 平台的话 西瓜 我觉得都很 嗯 这边不算 不算长视频 不算长视频 中短视频 我唯一一个就是 Bilibili 你俩Bilibili Bilibili这两年真的 不行 也不行 他 对 就是反正就这么说吧 哎呀 反正在中国做自媒体呢 很难 而且中国的大部分自媒体 都是付费赛道 哦 哦 YouTube YouTube对我们来讲 可能是自然流量的平台 对 就是如果说你的片子够精彩 你的封面做得够好 他会推 你有足够的客户的粘性 观众粘性 他可以 可能是可以有付期的空间 当然在中国就是 你必须要花钱投流量 否则你真的是零有 真的是这样 哦 跟脸书一样 脸书也是你可以自飞 他可以给你流量 不过 这个YouTube就没有 YouTube要靠你自己的本 对 但是抖音真的是非常机晓 你不花钱 肯定是 没有 这就是中国人的事 对 而且 有很多特殊的流量 你需要干得到 但那些特殊的流量 往往听起来会 就是对我们 这种真心想做事 比的人会是 很大的打击 很难受 就是女孩只要穿的了 对 她什么都不需要 对 只要录录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 其实中国人 还喜欢看什么 看你对一个观点和一个问题 发表自己的 不成熟的见解 这种东西会 大家喜欢看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可以批判你 可以跟你去讨论 或者说你这人有病 你的傻 实际他有量 就这种 就变向一种 比较不健康的那种的方向 而且没有内容 你看不到内容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呀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我录了我也没法擦 因为在国内的话 普通平台 肯定很多人在那个评论机 一定很热闹 他马上就关你了 过不了 过不了 我过不了 我之前传到以后 手又忘不了 直接就罢了 那你在上传的时候 他马上又跟你三线 超非常严重 因为我有在西瓜那边 你来的这个时段呢 其实是太多YouTuber 所以变成讲 会有很大的竞争 很多人看不到 可能流量也拿不到 所以今天呢 我把你带来 大马阳哥写媒姐的平台呢 也是要 因为我觉得这么优质的一个 一个YouTuber 我真的是希望 能够帮助到你一点 虽然我们现在的 subscriber不是很多 不过我们的view 有些会上到很高 因为本地的人 就是基本上 比较少会subscriber 尤其是过了这个疫情过后 真的是没有像 在疫情之前 你做会更好 因为我们是过后才做 当时是不小心做的 然后想了解一下 你是怎么时候开始拍视频的 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 自卑 自卑 对 这个话有点长了 就是我原来 原来就给一些朋友啊 或者一些 到现在吧 我大学是学酒店文理和电 然后 所以我对酒店是比较了解的 然后喜欢摄影 就接触了这个场景以后呢 我给身边很多朋友 他们有自己的酒店啊 民宿啊 拍的 拍宣传片 这个是我最初接触拍摄这个 拍摄的 这个大概就得四五年前了 四五年前 然后正是 踏入自媒体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 朋友都做自媒体 而且有一些人是 中国的某一些领域的定流 就是千万粉丝的那种朋友有很多 再一个就是 我比较喜欢去分享一些 身边的 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而且我喜欢某 所以在这个奇迹之下呢 是从 去年的十一月份 正式开始来生 对 刚开始是自驾 对 刚开始是自驾 就是带着国内的几个 顶流的 做改装汽车的 几个朋友 我们从北京一路 开始都开到曼谷 对 所以这个可能是 当时我觉得 拍点东西应该有点有意思 可能不是很多人能接触的到 这个是去年十一月份正式开的 对 我是从你老窝的那一集看起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拍的还不是很成熟 那个时候 哎 慢慢学习 哎 不过我觉得 你拍的 你的剪接都很瞎功夫 真的 真的 我觉得这这这点 真的是我非常佩服 然后好 马来西亚的粗印象 这这这话 你会靠自己 粗印象的东西 很多人喜欢看的 所以 那我就 你又不复杂了 不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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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马的朋友们批判我 次来马来西亚是六七年前 那个时候 中国还没有免签 需要半签证 但是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 一个72小时的 transit 对对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第三国的机票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呆72个小时 对 所以当时我就没有半签证 我就想利用这个transit过来 因为我当时第三国是泰国 我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我给他售了我72小时以后去泰国的机票 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办签证 然后就 要给我拉到一个小黑屋子里面 然后跟我比了一个这个数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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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类似这样吧 这是我的初印象 当时我觉得 真是吗 好饿哦 这是有transit的呀 对吧 其实在那个时候 其实有一些这些所谓的 我们讲的吸血鬼 这个嗨裙子嘛 这个大家怎么办 就是手有点痒 我们这边讲咖啡 咖啡咖啡 请你喝咖啡 咖啡的就是这种啊 这个真的是当时出印象 不过我们千万不要给 你给的话呢 他也会讲你贵落他 也会控告你的 可是当时如果不给的话 因为当时我跟我朋友两个人懒 如果我们不给的话 他就不让我们过 所以那个时候 当时很甘大 嗯 那个朋友是我 就是算是一个客户吧 哎呀 当时打人家过来网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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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好尴尬 所以就给具体多少钱 我都不说 嗯 我道歉 有有有有 有这个位数吗 嗯 啊 有这个位数吗 啊 两个人加起来吗 两个人加起来都可以 有啊 两个人加起来 有啊 有啊 夸张 对不起 你们解释我的错 真的真的 我都我带马来西亚 跟你道个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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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入骨茶 我再请你吃 不用不用不用 哈哈哈哈 反正啊 这可能是出印象有点 烤的事 对对对 我也不爽 你不要你不要讲我们 早期去泰国我们从陆路过去的话 我们要在那个巴士堡里面塞一个两块钱 两块钱我都不爽啊 哈哈 不要讲你要写到这个位数 这个位数看到吗 而且最关键呢 那个当时卡我的这个人是一个女士 哦 这也是带着那个 头巾的女士 我当时觉得不应该 我觉得结果宗教信仰 对对 所以当时我有点 嗯 再次抱歉 没事 哈哈哈哈 不用紧 他送了你的钱的那些人哦 现在生活肯定很惨 好的 好的 换一下吃 嗯 然后就是当时 哦 下了飞机以后 啊当时很公民其妙 没有找到卖性法的地 我不知道是 因为当时夜里凌晨三四点 不知道是关门了还是怎么样 你应该训用 实际上我是 呃 没有可能半夜的时候 一般上他们都不做 那是七八六七年前 对对 而且我是七 九十点晚上九十点落地的 三四点钟我才出关 嗯 我在那个小屋子里待了六七个小时 嗯 哇 这是太夸张了 没有人管我管他 太夸张了 对 哦 我听说想把紫妮团子 找很臭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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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个时候的确是比较糟糕了 的确 对哦 当时还有一个人 跟我同航班过来了 他是一个印度人 但是他在中国上大学 对 他跟我一起进口 对 然后我全程用中文叫人 然后他也在那边用中文 跟我一块在吐槽 哈哈 是因为他 在这边有一个朋友 是本地人 对 然后我们过来接着 嗯 好 OK 是这样 这个情形现在比较少了 只要只要你本身有机票 酒店 你有这些文件在的话呢 你的护照也是 是就是vendit的 就是讲是 啊 有效 有效的 那基本上是问题不到的 现在很简单 现在我们可以走 可以第一个 司法我看到 对 一刷就够了 对对对 其实有 我那天就访问一个 陈辉冲过来的 他每次回去 他要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都很怕 因为他也曾经被叫过去 小房子里面 然后也是没有任何用的 其实是 我们还有这种腐败的现象 有希望邮局啊 或者是 有关当局应该注意一下 不要让这些做移民厅的那些 呃 老鼠 这些老鼠吸血鬼 污染了马来西亚的整个这个形象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应该讲 这位国外人应该讲 因为不讲的话 我们本地人也不知道 政府部门的人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讲出来是对的 反正这是第一个吧 第一次的印象 就是大车 就是因为没买到电话卡 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用Grab打车 然后我出了那个Gate以后 会有很多人来那我 你是大什么韩伴 大韩伴 我没印象 因为我们有两个机器 一个是第一韩伴 第二韩伴 没印象啊 好 我相信那个时候应该是跟 就是那个第二韩伴 不过比较比较 比较LCCT LCCT 那个是比较比较 跟你这次来的不一样 这次来的一出来 就是很多的商店 对不对 对对 然后就打车嘛 是打车有很多人拦着我 就是 就帮我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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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挂完车 打不到车嘛 我只能打他的车嘛 然后从 机场打到市中心 花了300马比 啊 这个人真的是 黑心肝 但是我 他上车之前跟我说300马比 哦 你答应他 我很着急 因为我朋友已经你知道吗 等很久了 哎 不好意思 我说1000马比我都付你了 但是最恶心的是什么 到了战300马比我给了他以后 到了战以后他还要跟我要钱 他说 他说这么晚了 你很辛苦 你要不要再给我一点 这是讲英文啊 还是讲中文啊 抱歉 抱歉 我是我们不 会说 不 不 那个时候的确是很糟糕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整顿 OK 对 17年 27年吧 7年 那个时候的确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换政府 7年 7年 那时候 Bread也不是那么的流行 对 对 反正 反正后来又给了他 好像50马比的小费吧 嗯 好 大概就这样 所以其实出印象不是 实话说不是特别好 但是 一二天 就印象很好 哈哈哈 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